同学们大家好 课程讲到这里 想给大家讲的TypeScript相关的知识点 就都讲解完毕了 我们最开始给大家讲了一些基础的知识点 然后呢带大家实现了一个爬虫工具 之后呢我们讲了一些中级的知识点 然后借助这些知识点 我们又做了一个后台的项目 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又给大家讲解了 Decorator装饰器这块的高级知识点 在学过了这块内容之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基于Express的上层的node框架 同时也编写了一个react前端的项目 那这个前端的项目里面呢 我们也带大家去完整了使用了TypeScript 即便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学了这么多的知识点 其实相对于TypeScript所有的内容来说 我们其实也只是学了很小的一部分 那后续呢大家还是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去学更多TypeScript里面 我们没有探索到的知识点 那么最后一节课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未来去进一步提升自己TypeScript语法能力 大家可以怎么去做 我给大家分享了几个网站 第一个网站是TypeScript对应的官方网站 那大家呢在有了之前讲了基础的这些语法知识点的能力之后呢 可以打开TypeScript的官网 并的documentation 文档这块的内容 从上到下逐个板块把TypeScript的文档通读一遍 我相信大家在通读的过程中呢 其实会收获到非常多在课程里面我们没讲到的小的知识点 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参透TypeScript 我个人认为啊 阅读TypeScript对应的官方文档 是最简单 最快捷能够帮助我们提升TypeScript的能力的捷径 所以首先我强烈的把这个网址推荐给大家 大家回去一定要仔细的读对应的官方文档 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这个叫做TypeScript 它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在学习TypeScript 当大家学了很多新的语法之后啊 你会发现很多语法你好像看不太懂 或者说呢琢磨不透 还有的语法你初一看可能觉得很诡异 这种语法呢 你直接到Stack Overflow或者Google上去搜索的话 可能也没有人能够给你一个比较标准的回答 会导致你很难理解它到底想表述的类型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可以借助这个工具 比如说这个工具左侧 我可以写对应的TypeScript的代码 ConstTeacher 等于Del 右侧呢会根据左侧的代码 去生成代码对应的抽象语法术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定义的这些代码呀 会说类型对应的一些代码 你可能看不懂 但是结合右侧的抽象语法术 可以帮你去分析这段代码的意思 比如说它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变量声明 那变量左侧是一个identifier 也就是声明的一个名字 右侧呢是一个字符串 字面料 它会帮助你把语法变成一个抽象语法术 帮助你进一步的去分析你写的内容会被转化成什么 所以在遇到复杂的TypeScript语法的时候 你难以理解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复杂的语法放到这里去看一看 抽象语法术能够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啊 在开发的时候呢 不管我们写前端代码 比如说写react代码 那还是写后端也好 写express的代码也好 我们都可能会用到第三方的这样的库 那TypeScript如何和这样的第三方库配套使用呢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在react里面 我想使用redux 该怎么去使用呢 初次去学习TypeScript和redux结合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这个时候像这样主流的第三方的库 它都会告诉我们 我们该怎么和TypeScript做集成 比如说像redux 我们到它的官网上去搜索TypeScript 回车 这块它就会有一些提示告诉我们 usage with TypeScript 在ts里面怎么去使用redux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完善的文档 大家呢只要照着这个文档 自己来写redux的代码就可以让你的前端 react项目里面去结合TypeScript 把redux这个第三方库也用上 那其实后端的代码也是一样 当你在一个第三方库的使用的过程之中呢 想和TypeScript做结合 那么大家可以到第三方库的官网上 找这样相关的内容 同时也可以在社区进行大量的提问 获得答案 OK 那掌握了这三个后续提升的技巧之后呢 我相信大家再遇到TypeScript的相关的难题 就有办法去解决了 那这门课程希望带大家从入门到真正的掌握TypeScript 整体到这里 我觉得就可以结束了 那最后感谢各位同学 花了这么多时间跟我一起来学习TypeScript这门课程 也希望这门课程真正的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后续大家有的关于课程的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木课的留言区给我提问 我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解答 好 那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